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等等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确实认为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认为阿富汗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不太重要了 第二个是认为中俄重新成为了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 也认为威胁美国现在最严重的不是阿富汗不是恐怖主义 而是中国和俄罗斯主要的竞争者和挑战者 战略上来讲 它实际上沉重地打击了美国的国际战略的威望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就是美国盟友对美国的信任和信心 比如说美国事实上抛弃了阿富汗 虽然现在很多人讲说阿富汗不是美国的盟友 但事实上不是这样子 因为按照美国的法律 这个阿富汗政务是美国的盟友 美国也多次讲过阿富汗是美国的盟友 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现在基本上把它的一个盟友 给攻守相让给一个敌人了 阿富汗最后再wan 阿富汗都 Nexus